你知道现在上海的男女鼓励是多少吗 你知道什么职业拥有最多的圣女吗 是她 是她 还是她呢 究竟男生是如何看待圣女的 上海最著名乡亲圣女在哪里 后迪冰老师演的这又是哪一出呢 今天的淘汰上海就将为您盘检户上 十大最容易出现圣女的职业 和女儿拍着过来 玫瑰医疗美容医院提醒您收看淘汰上海 早就讲黑 邦丁森网 大家好 我是新一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狼 但如今如果女孩子她入错行的话 也容易导致嫁错狼 所以今天我们的淘汰上海 也需要和各位一起来探讨一下 和圣女有关的话题 关于这个话题 顾老师我想请问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啊 圣女 圣女啊 我叫她打得来 真的啊 有个圣女 好吃的好吃的 来来来来 我说的不是这个圣女 我说的是圣女 剩下来的女孩 我刚刚是格圣女 哎 格圣女 圣女们有个 各个是个要求楼构啊 你们在这种心理箱满足她自己一些欲求希望的 大龄的未婚女 青年 年龄大的没找到老公的女孩 到了一定结婚年龄以后没有加入这个 圣女呢其实也想谈恋啊 那就是要求比较高 那你觉得自己是圣女就很圣女 你觉得自己活得开心 其实就没有圣女就没说 老娘 哎哎哎哎哎哎哎 但是我知道像顾老师那么漂亮的人是没有这方面的困扰的啊 不可能啊 特别像的女孩哦 嗯 这这位我会等于人家长期啊 那我跟你说 谁家长期 真的 你觉得真不错我跟你说 今天演员的这个很 这个职业也就是在我们的网站当中啊 你知道吗 还有啊 有绝对有 不可能不可能 我接给你来看 我接给你一个致命答题 看看我们港中最右面 演员 单身比例高达百分之十八点九 啊 第六面啊 我相信 吴老师你不信也得信 据权威调查统计 目前上海适婚男女比例已接近一比二 正式夸入圣女时代 如果您也是一名圣女 除了自怨自怜之外 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造成了目前的状况呢 找不到对象 没有人要我 错 好的都是别人的 也不对 你就没有想过 可能是你的职业正是罪亏祸首呢 为了获得详细的数据 我们来到了智联招聘 请她们就圣女在职业中的分布进行调查 我们在全国的46个行业中 每个行业抽取了10万份的个体资料 然后呢 发现我们的主要的那些未婚女性集中在以下这些行业中 光是行业的数据怎么够呢 为了锁定更确切的职业 智联招聘的调查小组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在严密的分析和统计后 10大最容易出现剩余的职业应运而生 究竟这些职业为何成为造就剩余的罪亏祸首 10大最容易导致剩余的职业即将揭晓 你去做这些职业 别人我也是不过去 怎么为什么不过去 我比较新港 那一月就出了你我收了 是 真的要够的水质比较好够 我不相信 我就请到了一位专家来给你解答这个问题 那我一个主角 是 我们请到了来自于智联招聘的杜鹏杜老师 杜鹏 智联招聘职业顾问 资深项目经理 演员其实接触的人非常多 我们其实常常经常讲一句话 就是说你没有选择的时候很难 但选择太多的时候你也很难 选择太多了你一犹豫一耽搁 这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甜蜜的烦恼 对吧 还有一个更客观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现在很多经纪公司 他在和演员签约的时候 为了公司的一些利益要求 他可能会在合同里面就规定 演员在多大年纪之前不能去结婚 或者不能甚至不能去谈恋爱 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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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爷四十多了 我知道 我还知道有什么周迅啊刘若英 你看你自己都举出那么多例子 你看看他真的演员他就是单身的 我老婆记忆拿到我的 演员他既然说他是一个很容易产生这个剩余的一个职业 那么我们该怎么解决 怎么来帮你跟顾老师同行的这些小姐妹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也是请到了这个心理学的专家 万老师 万力珠 国家注册高级心理咨询师 擅长治疗情感婚恋等心理问题 为了要那个安抚一下我们这个顾老师 他这个内心的一种焦虑情绪 那我们先看看比这个演员排名稍低的这个 诶诶 这样你就会稍微平衡一点 对对对 我们看第十名是什么 运动员 百分之十二点七 运动员 第九名再看一下 模特儿 百分之十四点三 摩德拉斯 还有第八名 技术研发人员百分之十四点五 不是无人来想摩德 摩德拉斯 摩德拉斯 鱼已经出了 对 可是摩德拉斯 为什么把那些鱼 我一直想不通 对吧 摩德拉斯 一面把他挤 一面就挤 这个能力 想要搞 要投一 我 这原因我们请杜老师来解释一下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运动员 通常我们会分性别 来作为一个团队 去接受训练 那平时他们的训练 可能也比较紧张 模特呢 大家都知道 这相对来讲 是一个青春饭的一个行业 那所以呢 就是说他们必须在早期把自己所有身心全情的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上面去 但是相较于演员来讲呢 经纪公司通常不会对于模特去做出你多少年纪 多多限制 你不能去结婚 不能去谈恋爱 这样的一个限制 第八名 技术研发 顾老师问一下 这个什么是技术研发人 这么呢 你这不多提 五十里 第四季 微信第四季 微信 是这个意思 我说实话 我还不太明白 那我们还是先看一段VCR 看看这个技术研发人员 究竟是怎么回事 如果我心情不好 他要和我开心 如果我想贬人 他要献身给我 你在写什么呢 我在编写一个完美好男人程序 这样就不会有人再说我没男人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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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研发呢 我们通常指的就是说 从事一些开发 还有一些实验 或者试验 这样一些工作的 这样一些人员 那他之所以能够上榜呢 我个人觉得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是这一个技术研发人员 里的女性呢 她的学历实在是太高了 我们那个统计呢 就是硕士以上 也涵盖了博士 在这里面已经占了84%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光靠我们三个人 估计不行了 还是要请出我们的 专业的万老师 来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好不好 是这样的 我们刚刚看到 这三个职业 都是跟这个圈子 杀在有关系 那这样呢 我给到大家一些 就是好的一些建议 通过一些 我们现在讲培训啊 还有很多的一些杀龙课啊 让自己扩大一些 社会交往圈子吧 那其实我说到这个 扩大社会交交际圈啊 我觉得其实最直接的 还是应该是相亲 相亲啊 我听说过相亲 但是我没有相亲 所以我 相亲 我听说 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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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干嘛那么激动 郭老师 你相过多少亲 我刚刚不能听啊 我呢 听上一个地方 阿丽达 我刚三年去做女性 都听到过 可我听到过 张港 张港 为什么要去张江 张港 国库一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 哎呦 就会就会 我想 我刚刚一年 谁为四个人 去 去照片 都相信我 我不行 还有这种事 我听都没听说过 我相信 我只不能可以谈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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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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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事吗 哎 小妈妈呢 啊 你 结婚了吗 哦 我还没结呢 哦 没有结婚啊 啊 马上 马上 后 奶奶 有没有结婚啊 哦 不好意思 我想问你 你今年几岁啊 我 我 我二十八了 哎呀 那有什么事了吗 也不是 也不是 哎呀 你也没脱龙啊 哎呀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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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我怎么样 哦 哦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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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生了一个女儿 哦 那恭喜您 不是 不是刚刚生出 我生出了已经 二十五年了 到现在他还没有这个男朋友 哦 我今天特意到这里来看看有他合适的男朋友吗 哈哈 那你慢慢看啊 哎哎哎哎 不是 我想我都蛮看上你的 因为你你你这个形象你这个脸你这个这个工作啊 我都很看重的 我我女儿工资很高的 这样吧 你给我一个联系的方式 不不 阿姨您说这事啊 我我觉得我是我是挺乐意的 哦 好的好的好的 我估许我女朋友她妈妈不乐意 哎 你女朋友吗 你有女朋友了 您刚才只是问我结婚没有 您可没问我有没有女朋友 哦 郭老师 我觉得他们两位真的是表演的引人入胜哈 是啊 哎 不过说说顾老师 我发现您表演这个 我其实没看到过 但是我知道在上海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相亲圣地 啊 真的 在哪里 我们一起来看短VC啊 说到上海最著名的相亲圣地 就一定会想到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公园相亲角 这个由成年的老人慢慢发展起来的相亲活动 如今每到周末都会吸引大量的未婚青年的父母们 相亲角靠近公园的五号门 大门入口的这一块空地是婚姻中介集中的地方 这个手拿文件夹给询问者发放资料的 还有那些摆放着推车的都是婚借公司的人 除了婚借 这里还有两种主流的相亲方式 一种是招贴自己家孩子的个人讯息并留下联系方式 大门两侧的蓝色大棚是集中张贴的地方 另一种则是随机在人群中聊天 发现基本讯息合适的再进行详细的交流 讨论的人群大多喜欢聚集在百花池附近 虽然去人民公园相亲的成功率不是很高 但还是有许多父母慕名前来 在为子女物色姻缘的同时交流各自的心得 哦 你的相亲活着感觉啊 我都还这么了解下来 我现在发现我们的这榜单啊 这一条贴在这边好像挺爱人的 你说什么 我们来 肯定是这么凶中想 凶罗伊啊 凶罗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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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为什么 因为他这么跟德罗阿林之处 因为本营之处 肯定他能 这个也算是一个理由吧 对吧 好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七名 电视编导17.3% 其实也是比这个演员低不了多少的 对 那我还是哪个了 让我来现场问问好吧 好的呀 哎我说那个王导啊 你有男朋友了吗 没了 昨天还今天啊 昨天今天 昨天 这不老师 这就怪我 其实我没跟你说清楚 这个在我们的编导身上 其实发生了一件故事 那个你愿意和我共情晚餐 咔 喂 啊我那个片子通过二婶了 哎呀很好 谢谢啊 谢谢啊拜拜 三二一开始 那个你能和我 咔 喂 哎啊主持人穿太少了 不是吧 那个你愿意 对不起 我的片子现在出了点问题 我们下次见面再聊 哎呦 个女儿真的被骂太疯了 因为我把电话都被卡 你都卡 谁受得了 就是 是不是 那我请教一下这个万老师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例子 这个是肯定是有的 比如讲这个电视编导这个职位 因为他比较在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的强势 他会带到家庭里面去 那再到这边呢 我想给大家一些建议 就是希望这些编导 在工作当中 跟生活当中 要把这个区分开来 然后呢 还我还建议他呢 就是养一些小动物 就是培养一些 爱的一些 爱心 节目到现在 我们的榜单已经揭晓了五位 分别是运动员 模特 技术研发 电视编导和演员 这些职业的补充信息如下 那究竟榜单的前五位会是谁呢 让我们继续关注 上海玫瑰医疗美容医院 开设美容外科 美容皮肤科 美容中医科 联系电话 021-5106-8666 400-620-8666 地址上海市长安路 1138号 那我们还是要看看这个 我们接下来的榜单 排在第五名的是什么呢 销售 19.2% 咨询行业 19.6% 公关 21.4% 这几个行业 其实我觉得它跟社会的一个接触 应该是非常广的呀 我觉得 对吧 公关 咨询 销售 每天会面对不同的人群 为什么他们会 这个心态有没有问题吗 这个叫什么心态 这种心态的话 就是对于顾老师来讲 他可能感觉 平衡了 因为 我们要去英语跟小人 咨询公园 以来的英语 你已经出来了 对对对 这出来了比较多 没想到 以来变了美高 开心 真的是 从心里边笑出来 那我们还是要请教一下 这个杜老师 那首先我们从最下面的销售来讲 销售可以来讲 它是一个24小时的工作 也就是说 很多销售来跟你讲说 我的手机为你24小时打开 所以你不要太感动 因为必须是这样 那同时呢 我觉得像销售和公关 本身呢 在社会上面 就是有很多人 对这两个职业 也存在一定的误区 会认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 因为你 比如说像销售 我们常常会以为 他在桌子底下的一些交易 也会更多 那有些人就会觉得 销售这个 从事这个工作的 特别是女性了 那他可能不是特别纯洁 不是特别单纯 那还有呢 就是说 资讯和这个 公关 他本身这个工作性质 确确实实 他们会接受到很多负面的信息 那郭老师 我觉得这些问题 还是应该让我们的万老师 来帮我们解决一下 好不好 那这个三个职业呢 我想下面呢 我想给大家一起建议 当我们在这个 如果对自雄师说起来 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其实已经感觉很压抑 自雄结束以后 赶快离开那个场所 环境 换一个轻松的环境 卡拉OK去 对 然后呢 环境也会对人产生一种心理暗示 是吧 对对 然后呢 听点轻音乐 这里面我想介绍给大家一些 就轻音乐比较好点的 班德瑞的音乐 或者以察德的这种轻音乐 它能够缓解你的神经的 你看看我们滑稽戏是吧 对对对 我们不老师也不忘为自己做广告 对对对 还有就是到大自然当中去 然后让自己拥抱大自然 给自己很多新鲜的能量补充 你的 等于充电了 原来榜单的第三至第五位 竟是这些交际广泛的职业 我们同样搜索了这些职业的补充信息 那么接下来榜单的前两位 马上就要揭晓了 我发现很有意思 像公关咨询还有销售 他们其实每天会接触很多人 对啊 其实不是说他们本身有问题 可能是男生就不太放心自己的老婆去 去从事这样的一些行业 可能也是导致他们成为生女的一个原因 在男生的心目当中 我们到底最喜欢什么样的职业 做我们自己的太太呢 就像葛优在《非诚勿扰》里说的 硕士学理以上的免谈 与企业家免谈 货户 小商小贩出来 省得咱们互相都会失望 大多数男性对另一半的工作能力 并没有很高的要求 工作嘛 一般性的 只要是比较稳定的就可以啊 像计算机啊 特别 中一女教师 能够跟着我靠的人 我会倾向于就是经常不出差的那种 可以照顾家里的那种 只要有一个比较固定的 能养家糊口的收入 编导在网上 选出了十大最适合做老婆的职业 在由路人们进行投票 究竟哪个职业会获得最多的票数 成为男出期待中老婆的理想职业呢 那现在街头访问这一张调查表啊 也已经是在我的手上了 那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男人的梦中情人 他最希望他从事一个职业应该就是 教师 教师其实说是应该是最热门的 那这一点应该要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 万老师 教师的话 他是富有爱心的一个工作 所以他就是非常的柔 对孩子他富有爱心的话 那异性的话 找他他肯定感觉 以后对家庭来讲 肯定是比较温馨的 那么现在第二名和第一名还没揭晓 先说第二名好不好 好的 雯老师来猜一下第二名会是什么 我给你几个关键词 好吧 这样提示一下 西装 公正 还有辩论 三个 跟我一句啊 你觉得我俩怎么样 我觉得 不错啊 我也觉得不错 那我们就 慢 在那以前我们必须先签订一份命案协议书 以保证我们在分手的时候 有理可疑和平分手 另外如果我们有幸结尾夫妻 我们还要签订一份婚前财产证明 上面的这个协议以及违约责任 我们都详细会跟你再次做确认的 OK 小姐 你的职业是 律师 哦 哦 我女儿太高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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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排在我们榜单上第二名的这个职业 就是 律师 他的一个工作五年以上单身女性的比例呢 高达百分之二十三点四 这个好像就接近四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了 对 对 就是 这在去年的时候我这边来了一个律师 这样一个来访者 来了以后他就痛哭 然后呢通过了解 他就说他最近失恋了 大概谈了已经六年 所以他太强势了 那在六年里面 他就是要求他做什么 一定要做什么 最后的时候实在他也知道 没有办法挽回这段感情 来了以后他就说 万老师你能不能 给我一杯忘情水 万老师不是神仙 忘情水 那我今天呢 我想有一个 家庭的这样一个五行图 男性一般在家庭里面 其实他在天 我们讲男人是天 那这个女性呢 她是水 水是在地 大地我们形容抹青 是滋养滋润 那这个抹青在这个角度里面呢 是一个水的作用 但是现在呢 可能就像我们前面讲 有些职业 女士啊公关啊销售啊 可能编导 这项一些职业里面 他现在可能为此 跑到上面去了 跑到我们天的位置上去了 那觉着已经是转换掉了 是啊 所以现在很多 在谈朋友也好 婚恋以后也好 对家庭来讲 其实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因为这个水的位置 跑到火上面 就水火不容了 因为这个男性 他的位置始终在上面 他不愿意下去的 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顾老师 第二名到第十名 我们都已经是揭晓了今天 伟号伟号 那一月把他第六名 第六名 我心里面还是很开心的 那第一名是什么呢 什么三名 我也不知道 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 第一名是 第一名是 审计 25.7% 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了 我也是啊 对 是这样的 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呢 就是说现在 工作五年以上的单身审计师 他们的一个平均月薪啊 现在能到24万到50万之间 哦 哦 然后同样是学历上面的呃 百分之四十三点五是硕士 哦 还有百分之二十五点三 以上的是博士 哦 就是光硕士以上就百分之七十左右了 其实我听下来 对对对 还有一个是呃 他们平均每周的一个工作时间 大概在一百小时 哦 哦 你的标志呢 四个 四个 三高三高 我为后 我做虚子的打铃 哦 不然你差点要进入这个 说这你也就圣女了 我为后 最容易导致圣女的职业 前两名果然是典型的三高女性 她们不但收入不菲 而且极其忙碌 学历更是让男生望而生畏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段 关于审计师的小故事 听说你最近有目标了 年收入总额低于十万元 固定资产家流动资金 总额低于四百万元 未来预期十年内 年均总资产增长率只有百分之十四点二七 很快就将跑不赢CKI的增长率 这种人怎么能托付终身呢 哎呦 这女儿太长了呀 是 你看这个流动资产 她的好人数据 更能够的变成了 人就是人 你把她当到西齐人 这肯定不行的 有问题的 好 今天我们在榜单上看到 第一名到第十名 演员是第六名 顾老师说的 想过要涉足这些行业 为什么 我学得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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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演员最好 最适合女士吧 这个心理状态还是很健康的 那今天也是很感谢 我们的万老师和杜老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基于我们这个心理 以及这个职业规划方面 一些很专业的意见 那也是感谢顾老师 来到我们的淘汰上海做客 那其实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圣女呢 作为当今社会的一种现象 我们不能完全的说 它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而是应该去给予她 一个非常正确的引导 那就像万老师所说的 女性最终 还是应该以家庭为重 那也是希望各位电视机前的 各位圣女呢 早日找到自己心目当中的一半 那好了 作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如果对于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呢 也可以登陆到我们的 不高的网站进行查询 好了 淘汰上海绑定生活 我们的三位家庭和西医 在这边和大家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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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